真的当你步入中年之后 实现财务自由啊 你到底应该选一台什么样的车 去满足一下自己偶尔想要 小小激情一下的需求呢 上回说到 像我这样逐渐不如中年 但骨子里不肯妥协的叛逆青年 奥迪Rs5 Sportback满足了我的需求 但真的步入中年 实现财富自由之后 想偶尔激情一下 应该选什么车呢 这台奥迪R8 V10 Performance 就是我给出的答案 当你在购物时逐渐追求性价比 或许就是成熟的体现 兰博基尼乌尔坎同款的 5.2升自吸V10 这一点天之地之 你之我之 他们还同样采用了7DCT加 4区的布局 但250万元左右的起售价 几乎是小牛打对折 不过在性能层面R8可没对折 他甚至做到了 加量不加价 一路高歌 8500钻油 深 这台彼时自吸的声音和加速 我真的是来几次都不会腻 Performance版上620马力 570牛米的输出功率 可比一丝款小牛要更得劲 我不想再和大家过多的废话 这台发动机的输出功率 有多么暴力却又线性了 再想一道 此时你会觉得这台R8 那就是一台兰博基尼 新年迷们 留给自吸V10的时间 真心不多了 我要抓紧每分每秒去吸引 先到最暴力的Performance模式 让我们为他再一次狂欢吧 而当你冷静之后 先升上两档 再切换到舒适模式 回归到日常 此时的R8 平易近人 会让你反问一句 这尼玛是超跑 开他时候的轻松感 和一台奥迪Q8相差无几 你也知道路面所有的信息和震动 通过车轮 悬架 避震 告诉了你 但最后通过椅子 传达给你的方式 真的好温柔 好温柔 没有丝毫的不是 R8真是我开过 最惬意 最舒适的超跑 我为此言论负责 不同种类发动机的声浪 就像一支交响乐队 于时这位天才小号手 特有的天籁之音 让人为他癫狂痴迷 觉得他低调 很简单 把发动机声效 切换到运动 用声浪来吸引路人的目光吧 在这里还有两个消息 要和大家分享一下 坏消息是下一代R8 确定为纯电车型 而好消息是 这代R8还会出一个最终版 听说性能会和 兰博基尼STO更为贴近 是不是听着就很殆劲 所以奥迪又一次享受到了 集团内部的红利 聪明的人往往会通过 事物的表面看到本质 不服于外表 也无需物质的东西来充实自己 就已足够强大 德国人就是德国人 哪怕到了自家200多万的旗舰超级跑车 在设计上还是追求一切 从功能性出发 低调不路锋芒 只可惜这台车的储物空间 确实差了点 前备箱空间非常非常小 不过你们要这么想 既然买得起R8了 家里会只有一台车吗 天真 那好了综上所述 我觉得R8真的是一台 非常适合那些 步入中年但激情不减的老男孩 自吸 V10 实用 省油 低调最重要的 它是一台奥迪 牛马轮 那都是年轻人用来炫耀的玩具 到了这般年纪 这番月里 也不需要这些东西来标榜自己 到此为止 我已经带大家了解了 即将步入中年该买的车 和已经步入中年的人该买的车 那一个正常的中年人 他平时到底还会开什么车呢 其实到了中年之后 你会多一些很特殊的癖好 比如说盆栽原液 谷玩自画 私房料理 还有情怀老车 其实每次视频开头 我都会说一句slogan 我是喜欢小众情怀车的AKI 那各位观众老爷们 你们看看这台车 它够格吗 海马6470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不回你们开玩笑 这台老海马6470 01年生产 标准的00后 完全配得上大家口中中古车的称号 让我们把时间倒退回上个世纪的90年代 那个时候海南汽车冲压建厂联合日本马自达汽车公司 成立了我们熟知的海南马自达 大家都会很亲切地把它称作为海马 而1991年的时候 这台基于1980年款 马自达929旅行车造型的海马6470 正式亮相 比06年的马自达6wagen 还要早了整整15年 那我们都知道在改革开放之后 很多车型都是全散建进口国内组装的形式去生产 但是这台6470 它还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CKD 因为当时马自达它只提供了车身 说白了就是这台车的车壳造型全是马自达提供的 但是这台车的机械部分 还有它的底盘啊动力什么的完全采用国产 所以质量非常的糟糕 当然这些消息都是我网上去搜的 如果各位有任何的消息可以跟我更新 欢迎在弹幕上面和我一起分享 而且据说当年6470是只有在海南省省内销售的 只有很少一部分留到了省外 所以我小时候印象里没有在路上看到过这台车 反而桑旅和标志505等能见度会更加的高 据说当年这台车上落要40万 但这都不妨碍6470是一台非常经典的瓦罐 相信所有人看到它的印象都会觉得 线条很流畅非常的漂亮 你能看到那个年代设计师很经典的设计 比如说方正的造型 平直的线条像皇冠啊公爵 那个年代日系车都是这个样子的造型 这位00后刚上手 首先它的悬架 弹跳特别像那种卡车的板黄 而且因为这个硕大的方向盘 又细又大 所以整个开车时候的姿势会特别的奇怪 方向盘会时不时顶到我的大腿 那发动机呢是一台普普通通的2.0升自然吸气 四缸发动机 好像只有90匹马力 还有就是你千万别开太快 因为它的刹车距离啊 长到可以造一条过江隧道 但是熟悉它之后开它那种发自肺腑的开心 又会让你觉得这台车狭气的精神 每次换挡时的吸入感你能很清晰的通过这个挡杆 缘解到里面的机械结构 那这可比86BRZ要爽多了啊 拉线油门也很敏感 你和它呢是有一种人和机械之间的交流的 你会觉得此时这台车不再是一台机器 而是一个个性鲜明的伙伴 当然啦老车多多少少也是有些毛病的 首先这整个换挡的质感 可能是最近被我操作多了 有一些松垮 你看见吗 就有一种牙签脚大纲的感觉 不如当初来的景致了 散光线也有些松 所以时不时得靠你手调一下 然后整个车现在主架这里是不会落锁的 而且后备箱也 而且后备箱也坏了 现在完全打不开 它的时速表指针在40公里以下 是显示不出时速的 一直在那里这样抖 还有什么手机储物格 手机支架不存在的 反正仪表盘也没有用 你直接把手机放在仪表盘前面导航就OK了 全球唯一的电子设备就是收音机 在后备箱有两个喇叭 但这都没有关系 我觉得这就是玩老车的一种乐趣 一台30万公里的老海马旅行车 还能在上海的滑海路上 这个样子跑 这个样子很精神地在走 我觉得就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我第一次开它是在上海的初秋 那个时候觉得它的回头率非常地高 特别是姑娘特别能吸引到他们的目光 纷纷拿出手机拍照 所以我一直想做一个小挑战 看看这台30万公里20年前的老海马 它的回头率和现在我们所认知的超跑相比 到底谁更高呢 我们现在在全上海辣妹最多的安谷 当我出现了的那一刻还是拍我的比较 就是什么车啊 是上海的改造 你觉得哪根比较好看 这个啊 你也觉得这个挺帅啊 你有一个热爱车的心 无论你花多少钱 你都能收获观众的目光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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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